各位早晨,今天是12月12日星期一 上星期五,美股方面三大指數全線收跌 跌幅介乎0.7至0.9%之間 今個星期會有美聯署的議息會議 市場與其加0.5的機會都比較大 最重要是看會後官員的講話 講話之餘,最重要是看市場如何演繹 近期無論港股還是美股市地都是偏好的 標指的話,其實標普500指數不穿3906 都繼續維持在反彈浪裏面 講股恆生指數也是,其實今日指數都有低300點左右 但如果以恆子現貨來看,其實不穿18700 其實都仍在反彈浪裏面,整體上 今日見到很多股份都有低開或者有跌 但個別其實買力是挺強的 大家也可以由這些小小的調整 分辨哪些是買力強的股份 其中一些出行相關的股份 見到大部分一些航空股或者旅遊平台股份 很多突破員都可以站在高位維持著突破 好感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